日本週三深夜 福島外海發生規模七點四強震 震央和去年福島七點三地震位置 幾乎一樣 也是十一年前三一一的余震帶 地震造成JR新幹線出軌 鐵軌變形設備損壞 至少四死上百傷 國際法院裁決 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 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美國總統拜登首度 指稱普京是戰爭犯 並加碼提供烏克蘭 8億美元軍援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在美國國會演說 再度要求美國劃定進航區 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一碼 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以來 首度升息 美股翻紅 納斯達克禁揚超過百分之三 聯準會主席暗示 今年可能再升息六次 明年三次 南韓單任新增 從四十多萬暴增到六十二萬例 死亡人數首度超過四百人 壞篩陽性激烈確診 加上通報延遲校正回歸 可能是激增主因 每年進入海洋的塑膠 將從一千一百萬噸 增加到兩千九百萬噸 生物學家研究發現 海洋生物體內含有巨量塑膠微粒 連在乾淨水域中的海膽也有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的頭條 是集中在日本 這是因為日本311的魚鎮 在星期三的晚間發生 那麼對日本帶來了很多的損害 這是311大震11週年 剛過一星期 臺北時間星期三的深夜 日本的東北部 就是在福島外海 又發生7點4的強震 我們觀察一下 這次地震發生的時間 剛剛說了周三深夜11點36分 地鐵在福島的外海 瑞士規模7.4 深度57公里 而我們對照11年前311 在下午的2點46分 是9點1強震 而深度呢 比照現在的話 那時候深度是24公里 而這次震央呢 確認是311的魚震帶 事實上在去年的2月13號 深夜11點也在同樣位置 發生了7.3地震 那個時候就化歸為是311的魚震 這次強震造成日本的東北部 從福島到宮城很多地方 震度有六級以上 甚至J2東北新幹線出軌橋墩破損 東北高速公路路面整個被震裂 隔音牆都倒了 首都圈的東京也出現了大停電 並且有感搖晃非常嚴重 地震當時仙台出現了一道白光 瞬間照亮天空 這是地震光的自然現象 目前截稿為止 這場大震造成了四死上百傷 還沒有傳出其他重大的傷亡 日本氣象廳指出 在最近的一周都要注意大規模的魚震 我們要來看的是 跟俄乌戰爭有關的 那麼國際呢 對於俄羅斯採取了圍堵式的經濟制裁 那麼現在最新的消息是法治面 荷蘭的國際海牙法庭 16號以13票贊成 兩票反對通過裁決 要求俄羅斯立刻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哪兩票反對呢 就是在海牙法庭裡面的中國 還有俄羅斯的兩位法官 這個判決是有約束力的 如果俄羅斯不聽不停火 不履行判決 那麼烏克蘭可以訴諸聯合國的安理會 那麼到了安理會 俄羅斯的壓力當然倍增 在這個重要新聞之外 俄軍在烏克蘭的炮火 是一點都沒有停歇的趨勢 而且看起來呢 現在是更加瞄準平民百姓 這個暴行在報導一開始 讓人最心酸的 舒克蘭北邊有一個城市 叫切爾尼戈夫 那麼民眾是乖乖的在路邊排隊 裡面包 為了這一口飯 竟然有十個人 遭到俄軍瞄準 開槍打死 提到抗新冠疫情 南韓的情況越來越糟 第五波大流行 創下了確診人數的高峰 南韓的單日確診 過去最多是一天40多萬人 現在突然激增到一天 有62萬名確診 而Omicron在南韓的大流行 並不是感染的輕症 新增的死亡人數 已經創下了新的紀錄 一天有400人 世衛最新的報告顯示 在上個星期 南韓新增超過210萬人 是上個星期 全世界新增最多的國家 確診暴增 可能跟簡化篩檢程序有關 為了保留檢疫的量能 南韓是從14號開始 快篩陽性就列入確診 再加上統計系統出包 又校正回歸 所以這個確診數飆升到 破了60萬 現在南韓第三季的覆蓋率 已經超過六成有63%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重症死亡 南韓當局還是解封 與病毒共存 似乎是變成一個主流確定的政策方針 南韓在禮拜58號的時候 會發布最新的鬆綁方向 在這兩年 由於疫情嚴重 那麼後來又加上今年的俄乌戰爭 使得國際新聞在取樣 然後選擇題材的焦點上面 幾乎都不拖著兩大範圍 而環境保護很久沒有提到了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 這個最新外電視顯示 每年流入海洋當中的一次性塑膠 即將從1100萬噸暴增為 逼近3000萬噸 這個海洋的生態跟食物鏈 現在受到的威脅是難以想像 巴西有一個研究團隊 在看起來非常乾淨的海域裡面 取樣海膽 結果在這個海膽裡面 發現驚悚巨量的塑膠微粒 在顯微鏡下看得一清二楚 而巴西里約 西湖當中的垃圾也非常驚人 因此民眾開始著手 不但要花5000多萬美元 在三年的時間處理 而且想到一個辦法 是培養可以過濾水源的植物 致力對抗水污染 當海洋法庭已經裁定了 俄羅斯出兵禁防 烏克林式 烏克蘭式戰爭罪 普京是絲毫不為所動 跟內閣官員開會的內容 顯示出他第一次承認 國際的圍堵性的制裁 確實對俄羅斯的經濟 產生了衝擊 但他這個說法裡面 最主要是要控告 凡是對於他出兵 烏克蘭也不懂意見的人 都叫做叛國 而現在烏克蘭的戰爭 使俄羅斯的官媒 出現了一波離職潮 很多人不願意再昧著良心 在媒體上說假話 而這個舉牌說真相的編輯 他比較憂慮的是 他17歲的兒子 極有可能被俄羅斯 爭為俄軍出征 去攻打其他的國家 特別是像烏克蘭這樣的一個 無辜的國家和國民 待會回來馬上繼續跟您報道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即使在供應鏈不穩定的情況下 全球汽車業依舊積極地 朝發展電動車轉型 Benz積極推廣電動車 他們的豪華超跑 也走電動車的路線 而Austin Martin 要在2025年推出第一款電動超跑 現在最新推出的 是末代高性能的燃油車 限量333台 已經全部賣光 而車商轉型的腳步 越來越快 碰到的難題呢 感覺也特別沉重 就是剛剛提到 歐戰火的關鍵原料 因為製裁價格變得很高 變高了成本 向動力的電池原料滅 在上個星期短短幾天 漲了2.5倍 那麼從平民車系的豐田福斯 到豪華車保時捷 現在都因為這樣的原料短缺 出現了停產危機 好了看一下 經濟上面受到最大衝擊的 整個通膨 對美國的影響 使得低利率的時代宣告結束 這是40年來最嚴峻的通膨 美國聯準會一如預期 宣布了升息一馬 這是4年來第一次升息 消息一出 美國三大指數震盪 但是最後收高 因為這是預期當中的升息 聯準會暗示 今年接下來有6場會議當中 平均每場都會升息一馬 所以還會再升6次 一直到通膨改善為止 美國民眾的荷包一定大受影響 除了房貸車貸會變得很困難之外 信用卡的利息馬上跟著增加 專家分析 或許現在是再融資的大好時機 回到俄乌戰士 來看一下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透過視訊 對美國國會演說 我們昨天就已經預告過 他有兩大要求 第一個是他希望美國能夠給予 他軍列區單裡面所有的武器 另外還是一樣 再次拜託美國跟北約同意設禁航區 不過這兩個條件都沒有如願 澤倫斯基是提到了珍珠港事件跟911攻擊 來同比希望喚起同理心 但美國立即回應的是 追加8億美金的軍備給烏克蘭 但是沒有直接提供武器 這個軍備包括了自殺式無人機 以及2000萬枚炮彈 西方各國圍堵式的制裁 已經使得俄羅斯快承受不住 逼出普京第一次承認 確實已經受到了經濟上的重大衝擊 西方分析的看法是 俄羅斯根本接近破產邊緣 在這個電視演說裡面 普京對準了思想不忠於政府的 叛國者大罵 他口中定義的叛徒當中 最受瞩目的就是衝進新聞現場 舉牌抗議的反戰官媒編輯 他的行動也掀翻了俄羅斯官媒的一波離職潮 中國本土的疫情持續升溫 重災區吉林的累計確診數 已經發現從原來的4000再往上升高 而現在免費向社區居民派發快篩試劑 趕快的要再揪出可能的確診者 上海堅持不是封城 只是局部的劃定區域要求市民在48個小時之內 做兩輪的核酸檢測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